最早 microphone USEheaded 好 大家好 今次我想分享他事發生我小時候 先講到地理位置 在圓州仔公園 至圓州仔里 或者认识这个地理的朋友都知道 袁州仔你可以走到石灯 如果潮退的时候 就可以走到一块很大石 走到上去之后 甚至可以当床睡觉 只要走过一点 就有一座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 那天放学 我和朋友走到大石那里 躺在那里听海浪声 直到天黑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人在烧衣纸香烛 其实小时候什么都不会死 但都知道她应该是烧给一些灵体 那时候说了一句 就说不知道这个鬼是男还是女 没理会了 回家了 之后几晚连续都发了个噩梦 梦境就看到自己每天黄昏 都在公园望海 突然之间很多士兵游上岸 穿着日本军服 听到很多人就说 快走快走快走 接着画面 转到那块大石 躲在里面 突然间有一个士兵 对着我大叫 我看到他的牙齿 全部是尖的 很恐怖 还有 他用手上的刀 不断向我 想斩我 我真的害怕醒了 不单止这个梦 之后整个月 我每到黄昏 自自然而 突然就走到公园那里 在那儿望海 直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家 如是者 整天都是这样 父母都觉得我的行为不正常 于是有一天 他们跟踪我 看我去做什么 看到我这样 当然知道我拇惹了 所以就马上带我去找些仙姑问事 结果 真是说我拇惹了 仙姑就给了一张大神的护身符我 叫我回到公园 烤一些元宝蜡烤香 真是奇怪 烤完之后 就没有这些怪事发生了 好了 我的个案就是这样 回到第二部份 今晚依然有精神科医生 就是麦医生 麦医生 麦医生 你自己有没有宗教信 我 我不排除有任何东西 即是你是多神论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那你会带佛牌 去巡房 有 我相信 我相信有些 有些保护 有这样的 就是有个心安 有个心安 但始终会保护专业的形象 不可以太过分 不可以太表露出来 不可以太多 因为那些地方都陰的 医院 很多出出入入 一定是有这些事情发生的 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 有机会 真的趁着医生 在这儿 问一下 是不是遭鬼 有没有一个精兆 或者这样 稍后 稍后 过12点之后 我就会打给 灵探小鲜玉 因為AP答應了我們今晚帶我們去一個地方 就是灣仔的東城大廈 醫生知道那裡是什麼地方嗎 是不是在戲院那裡 曾經是戲院 戲院再前身就是殯儀館 所以那裡從來都有傳聞 不是新鮮的 不過靈探小仙玉說他年輕,他沒去過 也聽到傳聞說12時之後 那些人不夠膽來拿車 因為那個停車場其實以前應該是停車場 因為都是居座的地方 我早前也去那裡拍了兩張照片 那裡有一間酒吧 現在就沒有了 那個樓梯位拍下去也挺恐怖的 即是高齡人士也看到很多人都站在那裡 所以一會兒會看看那個地方有沒有遇到什麼 不如我們先聽聽電話 紫棋,Hello紫棋 Hello,Edmond,你好 還有麥加洛醫生今晚在這裡 醫生,你好 你好,你是不是打過來了 我不是啊,我第一次 第一次,OK 我是澳門蘇小姐的朋友 哦,我知道啊,上次蘇小姐說很多說有個朋友都經歷,那個就是你了 是啊,是啊 好啊,有什麼分享 1992年的時候我買了一間房子,隔壁是一個廟室的,製造神柱牌的那些地方 那當時我也不知道隔壁是製造這些東西的,那我買了,但是之前呢,我和我先生呢,沒有叫靠,沒有吃就好 嗯,嗯 但是在裝修那間房子的時候開始呢,每次去看裝修呢,都會吵架的 哦 接著搬了進去住呢,都經常吵架,很少東西都吵架的 嗯 那接著每天,很多時候他有生意在大陸,很多時候他都會上去大陸啊,那我在家睡覺 經常聽到樓上,有一些波子,打波子,甚至是打波子的聲音 哦,有這些 那我沒有理啦,很普通而已,打波子,我沒有理 那接著隔了一段時間,那我生了一個寶寶,那我家裡兩個房子的 那我一個房子就是我女,一個房子就是我的啦 那但是呢,因為我寶寶太小了,那他那張床也放過來我的房子那邊 那我那張床呢,就是拍著牆牆,然後到他那張床 嗯 那有一次我拜了,他睡在我張床的外面,那我就在廚房洗東西啦 那那我家裡只有我跟他,那個寶寶得睡,那個幾月,那個幾月大 那我有一天,我進到房子,看到他是睡在地上,好像這樣睡在地上 人家抱著他睡在地上,這樣 然後我,咦?自己的心想,咦?這麼奇怪的 那就是這樣臨一臨,那我打電話給我姐姐,那我女兒在地上也有 然後我姐姐很緊張,看到他有沒有弄傷手腳 我沒有啊,好像有人睡在那裡 有沒有哭啊?沒有哭的? 沒有哭,沒有哭,很正常,好像一個人抱著他睡在地上 嗯 沒有哭傷,沒有打粥,沒有成就這樣睡在地上 OK 那我住了一次就是這樣,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那間屋開始經常都越密 密了,聽那些波子聲啊 嗯 然後有些人送一些玩具給我,我女兒是太厲害了 她還未知道我拜在她的房子那裡 那有時呢,那些玩具呢,會將我拜在一邊 但有時那些玩具呢,就會排好在那裡 哦,Toy Story啊,大哥 哈哈哈哈 那時候開始,我覺得有些東西不合 但是又不懂得這樣,有什麼不合 嗯 那知道有一次,那我就,先生,回到澳門 那就在房間那裡睡,那她的鼻寒聲呢,就很大 嗯 嗯 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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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女兒照在BB床睡 她就睡在我們的大床 嗯 那我就過了那女兒的房間那邊那個 有個沙發的床,但是不需要打開的 因為那個沙發的床呢,很大和很重的 那我就睡在那張床那裡 那我那張床前面呢,就有三隻窗的 嗯 都有一些,有少少一些街燈呢,都能進來的 嗯 那我就睡了,睡了一下,突然間呢 就覺得我,因為我左手邊是棍牆來的 就是那個沙發的白天那個位置 嗯 那我右手邊呢,突然間呢,我覺得有些東西 躲著下去,好像有人坐著,這樣躲著下去 嗯 我當然是死了,我當然是死了 我就是想 你先看見什麼 我看見一個男人四十多歲左右,可以分到他們的年紀 嗯 那男人四十多歲,這樣坐在那裡 嗯 嗯 但是他們說那些,是那些中文的鄉下音 那些,我不知道是什麼鄉下音,所以我聽不到他們 就是知道他們說話,但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嗯 但是我當時的心呢,只有在那裡… 噗噗噗噗噗噗噗而動的 因为我开了,我又怕他来接我 我开了一点就生了一点 但是当时是害怕 因为是害怕,但又不敢闪了眼睛 隔了一会儿,那男人起床 他们三个就走出厅 然后一会儿,我问我一两分钟,不知道有没有 我立刻站起床就走到我的房间 他在那里就捂赤我老公,我哭和很害怕 震大,我捂赤他,我哭 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看到那些东西 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看到那些东西 我这样说,接着他说 你不要吵,你不要哭,你弄赤我女儿的 哪有那些东西的,如果有,你问他六合彩可以多少号 我还乱,还害怕,我就没有睡到的 我坐在那时,应该是三、四点凌晨左右 我坐在床上哭,不停哭和震 我现在就继续睡觉 我宝宝也睡觉,几乎没请她 接着到六点钟,天开始亮了 我立刻抱起我女儿,就去我姐姐家 想着我姐姐开门,我姐姐也做了一须的 我姐姐开门,我立刻拦着我姐姐,哭在那里哭 接着问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的 我昨晚看到这些骯髒东西 接着我姐姐又说,你发梦就没有那些东西 如果有,你问他六合彩也好 又是这样说的 觉得我自己很... 很无助 是的,又害怕 但是我自己真的肯定不是发梦的 但是跟他们说得多,每个人都猛说我是发梦 就搞得我自己当是发梦 但是我又很恐怖,又不是发梦 结果你出现了一次,还是常常来探你呢? 呃...他被我看到就是那一次 但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开始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事情 那时候我请了一个工人来我家做事 工人50岁左右,是中国人来的 那天早上礼拜,我就在门口抱着我女儿 准备去我姐姐的家 我就说,你今天煮饭,你自己吃吧 我会晚点才回家 我都没说,但是工人就说 你抱嬰儿快点走,你抱嬰儿快点走 然后很大声哼我走 为什么? 那我都没回意,他这么兇了 那天是星期六来的 那我就抱着我女儿,就去我家里 那天晚上回家了 谁知道每天星期,下很大雨 那我就没出家,我留在家里 坐在那厅那里 那我跟了很多人说,见过三个都没人相信 那然后突然间我的工人就跟我说 啊,什么太太,对不起啊 就是昨天这么大声哼你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看到那些东西 他见过什么? 然后我心里说 有人看到东西 那我就问他,你见到什么东西? 我原来在家里见过,见到的 然后我就立刻问他,我整个人震了,我现在都震了震了 然后我还问他 我说,那你在我们家里面,你见不见到东西? 那他又想说,又不想说,我就不介意他们说 接着他立刻说,见到三个都说了,那些年龄跟我说的一样 接着我老公回来了,接着我告诉我老公听 我已经很肯定我不是发门 你们说我发门,现在我的工人都说 见到说到一模一样,我说的那些年龄,我没有说 那怎么样?有没有搬到之后?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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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 那这件事不如我们留下个星期再跟你谈,好吗? 因为是长篇故事来的 我相信是长过《欢日今宵》 是呀,真的吗? 好,那不如我们先继续到这里,好吗? to be continued,好吗? 好啊,好啊 OK,thank you,拜拜 这件事很实在,是不是? 阿姨先生怎样分析这件事? 哈哈哈,这个真的分析不了 分析不了? 因为第一,就是他进到来,才发觉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说,那个工人都对到嘴嘛 这些真是很难解释 是的,再加上他住在庙旁 真的有神主派的那些,真的不奇怪 可能只是五个人走过来而已 没错 好了,今晚没见到小仙有灵探之前 医生都有一些类似的 跟病人接触的个案 都觉得他们可能有这些东西 有什么情况? 这个案子也挺悲哀的 这个结局也挺悲哀的 结局也挺悲哀的 结局也挺悲哀的 我有一天就有一个医医病人的先生 指点求助 就想约我见面 他就说了他太太的情况 觉得他不是很妥 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类似的问题 第一次上来,他给了几段视频我看 他太太原来在家里发生了很多次控制不到的抽速 抽速的范围可以是手、手、手、肋、肋 或者一个头部看到他拖到的速度是基本上一般人如果拖完他会均匀的 还没有转 这就没去到转 是拐摩人的 真的没有转 不过真的拖到的地步是很快 你是看到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样拖或者刻意地做 真的会均匀的 或者断颈的 是的 他又给了第二段视频我 看到他整个人好像弯了腰 很辛苦痛苦地喊 那位先生就说他每晚回到家里下班 没时间他就发作了 之后越说越说越说 最初听到有些幻听 有些声音和说话 然后这些发作就越来越密 直到他睡不着 第二天他就没有事 好像如常的 继续上班 那他知不知道自己昨晚发生什么事 他那个病人就说他应该是有骯髒东西搞他 哦他自己判断自己有骯髒东西 叫他老公带他去驱魔或者怎么样 但是老公就不相信 所以坚持他可能要找一些身体状况的原因 最初我看到这些视频也有个怀疑 可能会不会是一些阳间症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 好像刚才所说的一些解离症的情况 就是他有一些这样的动作 他自己不知道 做了出来或者是夸张一点 其实再第二次 他的病人也不肯来见我 反而他爸爸妈妈 病人本身的父母 同住的就一起上来 也把那些故事 来龙去马 也确定到他先生说的 不是老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说 怎样都要叫病人去做一些检查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发烊钓 或者是脑子有什么 脑子有什么 竟已经辛苦了 突然哄哄 叫病人去医院做检查 也住了一晚 因为他也挺抗拒 只是肯吃一粒 静定剂 让他更好睡 也希望不会继续抽得那么辛苦 后来病人 第二天好像没有吃过药 完全没有料到 已经吃了 但也睡不了 睡不了 有精神 继续说是有人搞他 坚持出院 后来报告是正常的 但既经辛苦 希望 密一点回复尘 但病人就坚持自己有鬼搞 即他相信鬼搞 一定不是我精神状态有事 但我为了 希望药物有没有帮助 起码他休息 他坚持也不相信 我唯有信从病人的情况 若有信从病人的情况 苍神弄鬼 把药放在红纸上包裹着 骗着他 他说这个是拜个神的 你吃吧 不怕的 开个光的 那病人就相信 照吃 但是原来也是没有作用的 都不行 真的他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当然了 你也不是真的拜个神的 谁知道 家人见他这么辛苦的父母 就唯有真是找个 附近有一些 苗 苗那里找到一个苗竹 他说苗竹肯让他在这里住 就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 那我就觉得 没妨碌 只要病人舒服而已 怎知原来 就越住 病人就越乱 就是那些动作越激 越夸张 又喊又抓自己 那个老公曾经想带个病人回家 但是都给了一个苗竹阻止 他说应该是有的 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几天 但是就很不幸 第二天 先生上班的途中 接到电话 就说病人出了一些意外 就受了伤 原来在火车轨那里 就跳了进去 就进了医院 就是他自己自杀还是什么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了 因为应该是在庙里面 对了 但是就出去了 就没人知道 就跳了进去路轨 就受了重伤 在深刺寺里 现在呢 现在还在这里 哦 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 不是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对了 那两个月 都可以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 还未醒 还在深刺 哦 还未醒 对了 那很严重 对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问号 我究竟 那个状况是 真的是一个 情绪精神问题 还是真的有一个 所谓 被鬼附 被鬼附 这个到现在都未知 因为病人都未醒 但是你看到这条片 你觉得呢 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 类似的一些个案 最初我也会有一个 觉得未必是 跟鬼神有关 所以尝试用不同方法 希望让病人有药食 但是似乎 那个良机 都试过很多方法 病人就拒绝 在无可来河之下 家人带了他去这个 庙里面 但是都是帮不了 如果按照这个庙 其实很容易 查到他是不是跟灵界有关 但是那个庙竹 我听过那些人说 你让他在这里几天 他又没有暗示 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东西 他让他几天安静一下 可能环境清静一点 可能对他的病好一点 所以最后出了一个这样的意外 那究竟是 一个什么事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你偏向哪些东西 如果再问你 我都觉得一半半 都是还有一半半 是的 那 当然正如我 初初都说了 我不可以否定一些 我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 都是这样说 有些东西 如果真的不通的 都要找其他人帮忙 最差这些片子 就是病人私人 如果不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周边有很多高灵人士 即时听到他怎样喊 那个神情动作 大概可能 是 在哪个方向 都比他现在更好 还好 对不对 他现在就是 半跳人命 对不对 没错 希望他快点痊愈了 也许可能因为这样 醒一醒 会不会呢 希望 撞一撞 希望 撞醒了 没事的 而且灵体也不在他的身体 对不对 如果灵体是一个病人身体 两个月 他没有东西得着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东西 你会找一个正经常常 找师傅宵夜 他有东西收 如果在一个两个月 躺在病床 他都走了 可能会和他清醒 会不会是 所谓的冤亲宅主呢 医生说这句 非常好 合我们的 河青 好 回来之后 我们会找找AP 究竟他现在在湾仔的停车场 东城大厦 有没有疑惑发生呢 稍后 听听他现场的报导先 好 我们回来再继续